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5号向靖国神社进献了玉串料 也就是祭祀费 但是他本人没有前往参拜 日本政府当天回应称 阁辽参拜靖国神社是私人行为 政府不进行干涉 8月15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 自费向靖国神社进献了玉串料 也就是祭祀费 但岸田本人当天没有前往 岸田就任首相后近三年来 每年都会在靖国神社春秋祭祀活动时 向靖国神社供奉一种叫真神的祭品 由于靖国神社供奉着二战时期的14名甲旗战犯 中韩等亚洲邻国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 一直强烈批评和反对 日本政府周四回应 在任何一个国家 祭祀为国捐躯的死难者都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日本会继续与中韩等国加强关系 自民党政权不干涉格寮参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